大家好! 今天我要為大家講一個故事 題目為幸福的紅蠟燭 冬天的第一片時光 落在了小白鼠的筆線上 看啊!是! 小白鼠快回笑著起來 小灰鼠開頭望了望天 說看來要想好多天啊! 它忍不住有些擔心起來 在這樣的天氣裡到哪兒去找吃的呀? 這天小灰鼠像往常一樣外出找吃的 可是到處都是滑雪 它什麼也沒有找到 小灰鼠悶悶不樂地回到家 小白鼠安慰它說 別難過!又不是你的錯! 可是小灰鼠還是難過得不得了 喂!你看! 小白鼠像被魔術一樣 忽然端出了一盤花生米 是你用魔法變出來的嗎? 小白鼠笑了 它哪裡會變什麼魔法呢? 它只不過是在食物充足的季節裡 為自己和小灰鼠存存一點食物罷了 小白鼠帶領小灰鼠參觀它的儲藏室 那裡有香噴噴的麵包罩 紅色色的麥麟豆子 甚至還有半塊夾克力 小灰鼠的嘴巴震動了老大 老大,它真的自己太幸運了 要知道,不是每一位小老鼠 都能有一位這麼聰明能幹的好朋友的 忽然,小灰鼠發現了一個紙包 這是什麼? 它好奇地問 這是我為東京準備的最好的東西了 小白鼠神秘的笑了笑 小灰鼠飛快地打開紙包 裡面,或是一截紅蠟燭 哦,挺好愛的小白鼠 小灰鼠高興地叫著起來 如果你是一隻住在地下的小老鼠 如果你的腳在冬天又濕又冷 你一定會明白為什麼一截紅蠟燭 是最好的東西了 接下來是一連串難熬的日子 然而小白鼠和小白鼠 穿著時刻感覺到幸福 他們點燃紅蠟燭 他們點燃紅蠟燭 吃著小白鼠儲存的食物 等待著寸天的到來 有時候他們會招待一下來訪的朋友 大家圍著紅蠟燭 便吃便喊著開心的事 當我們躺在一起 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當我們躺在一起 真快樂無比 相信嗎 這截紅蠟燭 竟然燃燒了整個冬天 一點兒也沒有變短 謝謝大家